陶氏松在的椰签戒指会停了多久的时间 还会让人检验出 有这个所谓的一些药物残留的问题 如果是说苏果检验出0.02 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案 可以讲解和这个是说清除它这个药物残留 这个一般这个有机灵济 陶氏松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移行性 所以如果他比如说你在里面有 如果是他的药物残留 可能他会吸收一匹 吸收一匹之后 其实那个浓度很低 但是他后天是禁用陶氏松的时候 有可能 你虽然说那个浓度很低 但是他还是能够被检验出来的 他的有点渐出来 这个很简单就可以 这个很低剂量 就可以验的出来 那么一般通常就是说 我们在看他的这个 这个 农料通常就是看他的这个半衰期 比如说我有过多久的这个时间 在土壤里面可以去 去来消化 来给他这个分解 这个通常是大概在看 我们在看的时候 得手 我们是 我们是用这个方采的 来给他这个探讨 探讨说他有多久的这个时间 那么他这种 这个 这个半衰期 半衰期 其实他不是特别的长 这个东西 不是说真的 但是这种 有时候这个 这个比较麻烦 就是说他会 因为所谓半衰期 比如说 他在这个 投入里面 他存在 他减一半 比如说我现在一克 在经过多少的时间 他能够变成 0.5克 这种叫做半衰期 他的这个半衰期 那么在 这个 陶氏松里面 陶氏松里面 我们在用的时候 在椰签 那么持续浇水 这个状况底下 还45天 45天 他那两年才会一直一直一直往下掉 所以这个要小心 那么 他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禁止 就是说 他慢慢的禁止 但是后来这个东西 他很有可能 他的变作 变作是一个 就是说他禁用的这个油 那么他禁用的这个油的时候 那么你变作在这个 就是出现一个 植物如果是有减掉 那么你的东西如果有减掉 那他就是违法 这些东西 那么那个量又是很低 那个量又非常的低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一般来说 他通常我们会把他 领他的半衰期大概30到60天 所以要不然说45天 就是说他差不多领在这个 这个时间 就是说他减一半 所以那么尽量 如果是说 他能比 你的 你要 要注意就是说 你如果用的量很多 他刚才说的一克 变0.5克的时候 一个半衰期 你如果用2克 假设你用的是2克 那2克 你是不是 你的时间 2克变1克 这也是叫做半衰期 所以你用的这个 浪土和的这个 佔流的这个量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点 我们和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所以 一定要 要掌握到这个 适当的这个 这个 这个用量 所以呢 大概呢 你会可以 知道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种 在这个空气当中 还是说 在这个 有酒缸 在土壤里面可能很长 但是在空气里面 其实 他13个小时左右 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 尤其如果是有缸刷 大概10到12个小时呢 就是他的这个半衰期 所以你如果有用过这个陶思松 那么你如果担心这个 他的残留这个问题 你会可以把这个剂子 这个剂子呢 拿起来磅 就让他晒晒太阳 他如果磅过日后 他晒过太阳后呢 他这个东西就容易减低 这有缸到没有缸差很多 在土壤里面可能要30个小时 但是你如果在这个 应该是不用 他的胖子速度 在分解这些速度的迫近 到到底能有多久 其实这个就很难 所以未来这种东西 他的残留量 要特别的这个小心 因为 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 这种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宣布 已经有正式公告 正式公告 那么他可能禁用 禁用 那么后面 在这个菜里面 大概就会去不得 这些所谓不得减出 不得减出 有的说叫做零减出 这就是说 一般科学上是没有零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通常 仪器的一个精密度不一样 所以他有时候 每台仪器的一个 它 一个检测的极限是不一样的 检测极限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 可以帮他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 输用很普遍的 这是全世界非常普遍使用的农药 陶石松 他一个更出名的名称叫 就读书本 这些翻译得很好 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的英文 跟翻读中文 这个翻译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 他是一个有机农寺 有机林寺 那么独生有比较强 所以目前在欧盟 在美国大概2020年2021年 都是已经宣布禁用 那在我们全世界里面 这个沙虫寺 还没金融进行 他排名是很厚名的 排名在 在前五名 到目前 我们台湾也差不多是这样 这虽然有很多这种 不一样的仪器 但是这陶石松 怎么秀又好用 但是他真的比较独了 所以目前 那么在这个陶石松 大概都已经下调 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陶石松 因为他确实这个毒性是比较高 就是说他的 这种对 这个生物的这个 我们在看他独生 我们通常是用 叫做半自食量 比如说多少的老鼠 这个多少克的这个 一只老鼠 多少克种 他的体重 那么他吸收多少 这个陶石松 那么有一半的量会死掉 这个叫半自食量 有的说他没有用全自食量 全自食量你不知道 到底那个浓度是多少 你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量 比较不准 因为你如果是一半死一半不死 表示说已经 就是表示 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浓度 你如果是全自食量 就是说全自食量 全自食量 那浓度会变得很软 因为你全自食量 因为有的真的是百毒不侵 并说 那天阿伯去把银子订到 这银子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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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较快的就要去找医生 住宿 人有的每天都订到 没关系 你把银子订到 你把银子订到 再去住宿 不一样 我订到 我就想要赴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包括像现在 把这种新冠肺炎 这也是同样 你只要知道 是不是有这个 有没有这种 大家是不是体质不一样 所以他的一个欢迎 这个身体上的反应是不一样 那么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目前 这个银子 还是要慢慢慢慢去小心使用 因为这银子是一个比较 这个就问题比较大 所以未来 那么就会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 可能会持续的一个金庙 那么很多好朋友说 为什么要用陶石松 其实我告诉你 我之前 正四个的时候 我们在凡费上面 我就很爱做陶石松 为什么做陶石松 因为它很炒 会有那个味道 味道炒是重要的 因为人们才不会来烦 不然 那有一个农续 这个 担的管理 其实也蛮毒的 但是他没有味道 那个味道不太 他不知道吃吃的肉 是不怎样 拉肚子 要弄好 你如果担草草 他就拼到 这有担农续 所以他就不会 那么目前是这样的 陶石松 冰掉 有的人说老油头 很多人 这个不要买 这个比较适 其实对很多 你看他陶石松在禁 大家没有很大的意见 因为没什么味道 那么 他最重要是有取代性 可被取代性 最主要的差弁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在这里 我们好朋友 先做些了解 好